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將於4月中舉行 大會這日正式公佈入圍名單 其中電影《無雙》和《逆流大叔》 分別獲得17和11項提名 《無雙》的兩位男主角 郭富城和發哥 同時入圍影帝 女主角張正初入圍後 相信《無雙》今年 很有機會成為大贏家 至於第一次入圍後的余香營 收到好消息 便急不及 在特代開始慶祝 不知道今年的入圍名單 又是否古仔的心意呢? 大部份都是 我自己心目中有些人選 但不想在這裏先說 無信君 Mo姐都說很想和發哥再次合作 我和他合作過一次 不過都很多年前 當然有機會 當然希望和發哥合作 因為發哥現在真的很正式 我看《無雙》的時候 為何這麼厲害 我想是因為每天行山 我都要多行山